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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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山洞里挖黄金 要到傍晚才回来 你有什么事?要到傍晚才能见到我? 沈伯接着又不声不响地走进屋子 拿出来一个水壶 说道 带着它 别丢了 里面就是这口井的井水 你迟早会用得着它的 沈伯走了 留下陈生一个人 陈生觉得很无趣 就有了打算回城的主意 陈生走了四五里路 才来到可以行驶车辆的沥青路上 奇怪的是 陈生等了大半天 却没有一辆汽车经过 陈生兴兴地回到沈伯家里 到了傍晚时分 沈伯果然回来了 陈生问沈伯去了哪里 沈伯毫不含糊地答道 去山洞挖黄金去了 然而 陈生看到的 还是一竹篓煤炭 这件事 让陈生觉得奇怪起来 可又不好说出口 陈生跟沈伯谈起他大半天 并未等到一辆汽车经过的事情 没想到 沈伯冒出了一句 让陈生骨头都凉了的话 沈伯说道 这个当然了 你现在只能见到鬼 是看不见人影的 陈生急忙问为什么 你喝了井里面的水 就永远也走不出这个鬼村了 和我当年一样 沈伯若无其事地答道 陈生闷住了 他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到了晚上 陈生尝试着问道 沈伯 你有没有办法 让我重新能够见到人影 沈伯躺在摇椅上 不耐烦地说道 再喝口井里的水就可以了 陈生半夜里摸索着起床 喝了口井里的水 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沈伯的家 朝那条历青路走去了 陈生到了历青路上 许久 看见一辆面包车行驶过来 他摇手打招呼 面包车停了下来 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 陈生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他脑海里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赶紧跑 然而 陈生没跑多远 后面又跟上来一辆大卡车 大卡车刷地停在了陈生的面前 从上面跳下来一个中年男子 嘴里叼着一根烟 你不要命了 半夜里乱闯什么马路 中年男子冲着陈生吼道 陈生如同见到了救星 连忙陪笑道 朋友 拜托了 救救我 我刚才遇到鬼了 你能不能带我回城里 我给你钱 中年男子看了看陈生 问道 你打算给多少钱 陈生往自己的腰包里一掏 他的心凉了半截 他什么东西也没带 除了那个水壶 陈生善笑道 不好意思 兄弟 我的钱包掉了 能不能到城里面 我再给你钱 加倍 如何 中年男子将烟蒂一扔 骂道 穷鬼 在我面前耍花招 休想 说完 中年男子将陈生往路边一推 自己就驾着车 轰隆隆地跑了 陈生万般无奈 他再也不想回沈伯的家里去受莫名的折磨和恐惧了 他唯一的念头 就是想赶紧离开这个诡异的鬼村 陈生想到了刚才停下来的那辆面包车 那上面不是没人吗 管他的主人是鬼还是人了 先用了再说 陈生上了那辆面包车 他以前学过驾驶 所以 这样的面包车对他来说 并没有难度 陈生开启面包车 一溜烟地跑了 他看见他后面又开来了一辆大卡车 想都不想 就放慢了速度 让大卡车经过 自己再跟着大卡车 在乡间的公路上奔跑 不知过了多久 那辆大卡车越开越神秘 专门挑树林秘籍的地方开过去 开到后来 大卡车往树林里一晃 就不见了踪影 陈生迷了路 他跳下车来 发现天空黑漆漆的 竟然没有星星 更没有月亮 四野里看不见任何东西 这样诡异的夜晚 陈生还是第一次遇到 陈生看不清前面的路 就打算再等待后面来的车辆 或者到了天明再说 陈生待在面包车上 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等他醒来 外面还是黑漆漆的 看不见任何东西 陈生只得再度入睡 这样连续了好几次 陈生有了一种莫名的预感 这个天色是永远也不会亮起来了 他想起沈伯说过的那句话 水壶 这东西 你迟早是用得上的 陈生喝了一口湖里的井水 等他放下水壶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看见自己的车内 竟然还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是背对着他的 你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陈生惊讶地喊道 那人并不说话 陈生慌了 用尽了力气去推那个人 然而 他的手却什么也没推到 陈生终于明白了 自己看见的正是一只鬼 陈生哀求道 兄弟 求求你了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还是放过我吧 那人忽然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叹息 那叹息声 好像不是从他嘴里 而是他肚子里发出来的 这声叹息 反而让陈生有了一丝安慰 他定了定神 对着鬼说道 可不可以带我从这里离开 我想回城里去 以后我一定给你烧香拜佛 日夜供奉着你 算了吧 你是从这个地方走不出去了 那鬼忽然说道 他的声音冷冰冰的 比枯树还要干涩 那 那你能不能带我回鬼村 哪怕是回到沈伯家里也好 陈生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 这个倒是可以的 鬼说道 你只要看一看我的脸 就能回到鬼村了 鬼将他的脸转过来 那张脸恐怖的让陈生 立即就晕过去了 陈生醒来的时候 发现他又回到了鬼村 回到了沈伯的家里 他内心惶惶地走出去 发现天竟然亮了 而沈伯正背着竹篓打算出门 陈生连忙喊住沈伯 跪在地上 哀求道 沈伯求求你 带我走出这个鬼村吧 然而 沈伯还是如昨日一样 说道 我要去山洞挖黄金了 要到傍晚的时候才回来 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也得等到傍晚 说完 沈伯走进屋子里 竟然又拿出一个和昨天 一模一样的水壶 而陈生身上的水壶 早已不知去向 拿着它吧 沈伯又用着和昨日一样 诡异的语气 说道 你迟早是用得着它的 沈伯走了 沈生一刻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了 他甩下水壶 拿起自己的东西 就往历青公路上奔过去 然而 又是一个大半天 沈生在公路上 见不到一个人影 沈生终于又想起了那个水壶的事情 他重新回到沈伯的家里 拿起水壶 狠狠地喝了一口 然而 这个时候 又已经到了傍晚 沈伯从外面走回来 依旧背着一竹篓煤炭回来 他对着沈生说着和昨日同样的鬼话 我从山洞里挖黄金回来了 沈生一看见沈伯 就如同看见了温神 转身就跑 沈生跑到了公路上 没过多久 又一辆面包车停在了他的面前 那上面还是一个人也没有 这下 沈生几乎要崩溃了 他的双脚发抖 迟钝了半天 想也不想地沿着公路跑了 不多时 一辆大卡车开过来 速度很慢很慢 这次 沈生学乖了 他不再拦在卡车的前面 而是等着卡车要经过的时候 蹭的一声 爬了上去 沈生如释重负 直到自己终于解脱了 这两天来 他实在太疲倦了 一靠在车上就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竟然发现卡车停了下来 天空黑漆漆的一片 还是没星星 没月亮 四周 看不见任何东西 沈生跳下来 钻进卡车的车座里 里面还是一个人也没有 原来 原来这竟然又是一辆鬼车 沈生瘫软了下去 等到他再度醒来的时候 一摸自己的身上 竟然鬼使神差的又带了那个水壶 沈生苦笑了一声 只得又喝了一口湖中的井水 理所当然的 他面前又出现了一个背对着他的人 沈生苦笑道 兄弟 你转过来吧 让我看一看你的脸 那人转过来 竟然是一个轻力的女人的脸 只是那脸过于惨白 在漆黑的夜晚 显得不同寻常的诡异 而且那个女子的眼睛充满了怨恨 她的嘴角还滴着鲜血 这和昨天晚上的那个鬼 一条血红的长舌头 五官乱七八糟 眼珠爆出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女鬼的脸虽然有些可怕 可到底让沈生并不觉得那么恐惧 沈生定了定神 问道 对不起 姑娘 你能送我回鬼村吗 女鬼伸出长指甲的双手 轻轻地抚摸沈生的脸蛋 沈生只觉得有鼓风在自己的脸上 吹来吹去 并没有任何手在触摸的感觉 我们做对鬼夫妻 你就是鬼丈夫 我就是鬼妻子 我们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 好不好 女鬼温情地说道 沈生惊讶地喊起来 不 不行 我要离开这里 姑娘 拜托了 我要离开这里 你能送我回去吗 我求求你了 沈生说完 当即就跪在了女鬼的面前 女鬼勃然大怒 骂道 不是好歹的东西 原来是个脓包 让我吃了你吧 说完 女鬼的眼睛里暴露出胸光 双眼突出来 嘴唇展开 竟然有一张脸盆那么大的嘴 嘴里有一排尖锐的牙齿 沈生大声喊救命 可她在女鬼的猛突之下 喘不过气来 一下子晕了过去 等沈生再度醒来 她又回到了鬼村 沈伯的家里 天又是刚刚蒙蒙亮 一切都安静的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沈生跑出去 看见沈伯就喊道 沈伯求求你 救救我吧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要离开这个鬼村 沈伯依旧对沈生说道 我要去山洞挖黄金了 要到傍晚才能回来 你有什么事 要到傍晚才能找到我 沈生猛了 她知道这种情况 已经连续发生了三次 好像从来就无法改变似的 沈伯说完 又回到屋子里 再次拿出那个一摸一样的水壶 交给沈生 拿着吧 你迟早是能用得上它的 沈伯刚要走出去 忽然又停住了 她对沈生说道 你喝了那口井水 就注定你一辈子 也走不出这个鬼村了 你每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重复你前两天遇到的情景 我都这样重复了大半辈子 你还刚刚才开始呢 死心吧 年轻人 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个鬼村 你终于已经找到了 好了 关于鬼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 本故事来自彭来鬼画 楼主 指甲画 如果您或是您的亲朋好友 经历过不可思议的 或是灵异方面的故事 欢迎分享给大家 投稿邮箱 470675987 at qq.com